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14日 我国外长秦刚应约美国国务卿通电话 中方的声明很短 但足以反映我国在布林肯访华仪式上的态度 据环球网报道 中方的声明只有短短的四句话 这寥寥几句话 似乎可以为美国媒体近期热炒的 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访华仪式定下调子 首先 中方新闻稿只提到了秦刚外长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上阐述了中方立场 通篇都没有提及布林肯说了什么 另一边 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是 布林肯与秦刚外长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以及负责任管理中美关系 避免产生误判和冲突的必要性 以往我国外长同他国外长通话 即使存在分歧 通稿通常仍会阐述双方立场 若今中方通稿不显美方表态 逐渐中美分歧严重 在通话中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此次 如果拿美国国务院的说辞与中方新闻稿进行对比 就能发现中美双方聊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中方在阐述美国应该尊重中国核心利益 落实巴厘岛会晤共识以及美方相关承诺 而美国的官方态度依然是强调保持沟通 没有任何诚意或保证 美国人仍然认为只要沟通及时 美国仍旧能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底线上反复横跳 双方通稿依然是过去反复强调的内容 没有任何新意 这也意味着当前中美关系仍处于原地踏步阶段 两国高层确实没有进一步互动的可能性 唯一能做的无非是保持通话 不相互拉黑 就在午夜底 美国又一次提高了美债上限 避免了美债首次违约的风险 但美国的债务危机依旧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它涉及到美国的财政状况 经济稳定 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 其国内和国外债务总额庞大 截至2023年一季度 美国的国内债务超过31万亿美元 国外债务也在持续增长 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导致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财政赤字是指政府支出超过收入 需要通过借款来弥补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 导致债务不断累积 美国的债务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 其中国内包括机构投资者 企业和个人投资者 外国投资者主要包括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主权财富基金等 债务危机对美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高额的债务负担需要支付利息 增加了财政支出压力 此外债务问题也可能会导致信用评级下流 引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美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债务问题是对全球金融市场 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影响 债务危机可能引发信心危机 导致投资者对美国的债券和货币产生担忧 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 布林肯本次访华的首要目标 便是希望中方能帮助美国解决 目前迫在眉睫的美债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就那么喜欢赖着中国不放呢? 首先,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债持有国之一 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国债务工具 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巨大 因此中国在美国的债务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与美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稳定购买和持有美国债务 以维持美国的债务市场稳定 如果中国大规模地抛售美国债券 可能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利率上升 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实现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互利共赢 在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的方面 美国可能寻求与中国进行谈判 以确保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务 并提供财政支持 最后,美国可能希望通过寻求中国的合作 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缓和紧张局势 在解决债务问题的过程中 美国可能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例如就贸易、台湾问题等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 以换取中国的支持 看起来,针对本次双方会晤的事宜 美方是打算改过自新、洗心革面了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本月初,美国方面就不断地释放 且炒作布林肯将要访问中国一事 而面对这一消息 在中方尚未做出任何回应时 美方就接连给了中国几个下马威 首先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这样的一则法案 妄图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并且是命令布林肯来执行这一决议 尽管美国的法案无法凌驾于国际法律之上 但是在美方的借题发挥下 中方在国际贸易上的进出口方面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美方又操作了无中生有的古巴间谍事件 显然美方是又想在舆论上对中国造成影响 以掌握中美双方高层接触的筹码 但熟悉美国的朋友一定知道 这又是美方的套路 在美方每次放出访华的消息后 布林肯每次都会采取一些小行动 企图打乱美方的做法 而这一方面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考虑 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的谈判增加筹码 显然美方还没有从今年2月份的 气球事件中吸取教训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美方的访华请求 中方外交部最近的回应都是 没有消息可以提供 而且从秦刚外长与布林肯通话的内容来看 丝毫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 所以大概率可以判断 又是美方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所以从种种的表现来看 布林肯计划的6月18日访华 可能也会像上一次一样 美国自动取消该形成 这也就是意味着布林肯等不到这次访华了 那对中国来说 针对布林肯的访华事宜 其客观结果就是看美国眼双簧 也就是一面请求中方给予机会 另一方面又不断想方设法围堵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美方我们一定要听其言观其行 如果美方自己想做一点妥协 这对于中方来说不是坏事 但前提是中国绝不会让出核心利益 也就是说美国要断了占核心利益 这便宜的念想 再琢磨跟中国怎么谈 在布林肯访华前夕 就由美国会政客叫嚣 如果布林肯访华得不到美国所期待的结果 美方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这就不难理解美军会在这敏感时刻动作不断了 他们就是想要通过施加军事压力 迫使中方对美方做出相应的妥协 不过美国这种惯用的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手段 用在其他弱小的国家身上或许还会有点价值 但在中国这里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在美国不敢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 美军这时候搞再大的动作 充其量也就是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而已 根本无法左右中美外交政策的总向 以前中美两军之间有那种专属热线电话 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沟通 避免误判情势 但是现在中美军方的联系也几乎完全中断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之间发生的战略误判的可能就急剧增加了 现在美国人害怕中国出现战略误判 如果美国海军或空军再去台海或南海装逼 中国真的要发生战略误判 击落它的战机或击沉它的战舰 那它也只能是吃哑巴亏 在中国身边和中国冲突 它没有任何胜算 所以 这次布林肯访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必然是向中国明确 我会继续装插 但是我绝对不会突破中国的红线 更不会对中国中美冲突 说白了 美国是真的怕了 所以才会不断地要求访华 布林肯访华以后 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对中国强硬 但是更多层面上的是嘴炮 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我们也就无需把更多精力放在美国身上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